成長於牛肉世家的他 從小就開始接觸醬牛肉的製作 小學時代的一篇作文 生動記錄著他的家族 和醬牛肉之間的故事 他家的醬牛肉色澤紅亮 唇香酥爛 口感軟而不膩 瘦而不柴 凡是吃過的人都會贊不絕口 乳口即化牛肉 老人也好喜歡吃 然後香花也喜歡吃 味道好得很大 味道比較重 那么这种历经几代傳承的醬牛肉 从选料到烹制都有哪些讲究呢 沙哥 咱们牛厂虽然不大 但是我看牛的品種特别多 个头也不小 因为现在我们也在 不断就是坦缩 不断就是在法栈 所以我们也在唱识 是用西门塔根 像这种下额 这种牛肉 那像咱们做醬牛肉的话 要用牛的哪个部位是最好的呢 用的嵌吞 吼吞 还有那个牛吞的部位 为什么呢 必须要杆根不菜 煮熟以后要懒根不散 新鲜鲜的牛腿肉和牛臀肉 肉质鲜嫩 质地紧实 是制作酱牛肉的不二之选 走 这肉分量真扎实 咱要做酱牛肉的话 咱肯定要宣用这个牛肉 特定的部位 准瘦肉 这样做出来的酱牛肉 才会更好吃 在处理牛肉时 要将油脂与结底组织 尽可能剔除干净 只保留纯瘦肉部分 哇 这肉纹理也特别好看啊 烧紧乌有 预先处理好的牛肉 还要进一步地分解 沙大哥说 一定要保证切割的方向 与肉本身的纹理保持一致 通常情况下 横着纹路切牛肉 可以将纤维切断 通过减少纤维的长度 来降低咀嚼的难度 沙大哥反其道而行之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啊 都是到跟咱最后这个酱牛肉 乘拼的齿发是有关系的 看来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还要等到酱牛肉做好之后 才能知晓 大块的牛肉 被沙大哥熟练地分切成 若干个小块 下一步的话 咱们做的炒料 咱炒料需要用到 干辣椒 花椒 八角和冰糖 这不是咸的吗 对啊 它不是冰糖 它这是海盐 通常情况下 厨师会选择食盐来进行腌制 但沙大哥却要采用这种海盐 这又是为什么呢 它会让这个肉啊 更加的筋势更加香 盐出来的肉小块会更好 将大块海盐打碎 入热锅炒制 加入花椒 八角 辣椒 一桶干炒 带香料由生变熟 海盐也逐渐变色后 将其筛出备用 然后把它举韵涂抹到这个肉上 也就想到一个肉做个按摩液 给它洗个澡 海盐这个颗粒 粗 我想它更快入味 在盐肉的过程中 它这个血水会渗出来 利用盐的这个渗透 要把血水都给弄出来 对 是这样的 想要牛肉香上加香 除了用海盐进行初步腌制 沙大哥还要另外熬一锅 专门用来进一步腌制的香料水 二十多种香料下锅 熬出香气 放凉后食用 这个时候在那需要盐48小时 盐48小时 对 咱肉儿让好沾在卤脂 长时间的腌制 给酱牛肉的美味 打好基础 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那种香味 对 清香味 其实这个清香味就是那种打凉味 下一步是不是终于可以煮了 对 现在都可以煮了 还要配上咱的这个烙汤 一锅老卤汤 是酱牛肉风味 出类麻醉的制胜法宝 说一下咱把这个牛油 沾在跟它前面撇出来 牛油为什么不用呢 这个一会儿它有大肉水 但现在还要再腰出来一块捞汤 为什么要咬一些出来呢 你这个是北涌 而且一会儿有你香不倒的精细 沙大哥撇出卤汤表面的一层厚厚牛油 然后再咬出一部分卤汤 细致的准备工作已然完成 牛肉块纷纷下入卤汤 凉堂煮锅 闻火慢慢微制 现在咱这个牛肉 我现在已经下锅了 在这个时间咱都可以做咱这个米脂酱料 好 那这米脂酱料需要用到 黄豆酱 甜面酱 酱油 黄豆酱与清水进行混合稀释 去除黄豆酱中的豆渣 加入甜面酱增加甜味 适量酱油提前上晒 为什么咱一定得用黄豆酱 和甜面酱这种搭配呢 咱这个酱牛肉 它吃起来会为是甘甜的 所以说选用这两种酱的话 口感会更厚 牛肉在卤汤中煮过一段时间后 渐渐舒展 才最能吸纳酱料的精华 将刚刚调制好的酱料 加入卤汤中 适量的冰糖和海盐块 也一并入锅 酱料的运用 是酱牛肉制作的重种之重 也是酱牛肉与卤牛肉的显著区别 温火慢煮 牛肉在锅中尽情吸收 一锅卤汤的精华 此时沙大哥又拿出了 一个硕大的香料包 这又是做什么呢 我帮您放进去 这里面还有咱的各种料 能够让咱的牛肉味道更好 还有刚刚炒好的料 也得一起夹进去 在老卤汤和新卤料的共同作用下 酱牛肉才能最终完成口感升华 只见沙大哥将香气赋予的牛油加入煮沸的卤汤中 牛油迅速化开 形成一层漂浮在卤汤上层的油膜 成为阻止香味易散的天然屏障 一段时间之后 将之前舀出的凉汤沿着锅边缓缓浇下 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 牛肉才能锁住美味精华 经过长时间的卤汁 香气扑鼻 外观诱人的酱牛肉 终于迎来了出锅的时刻 沙大哥 这牛肉特别香啊 酱香味特别浓厚 收死肉吃了才会更好吃 分割牛肉的时候 您教我是顺着它的纹底气 对 收死假牛肉 你可以尝一尝 肉质非常的松软 并且吃起来它的口感是很丰富的 沙大哥潜心研究酱牛肉制作技 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续写着美味传奇